教宗方吉格8月3日上午,在葡萄牙里斯本接见大学生和相应学校的青年后,又在生作大使馆会见了与40年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生活环境的青年。 他们是来自土耳其的朝圣者,今年2月初,内地遭地震袭击,陪同这些青年前来的是土耳其安纳托里亚宗座带幕区的副主教,生作西门市的一份公告称,这些青年感谢教宗在地震后给予的帮助。 教宗方向那些因地震造成的破坏而受苦的人表达关怀之情,并看到他们的勇气,以及在生活的重建中遇到的挑战。